清世祖鼎定后,四征不停,威能绝育,索伦之名乃大,观艺品,绝无等,图像紫光格者,相望也 有清一代,开枪破土1350万平方公里 辽太祖耶路亚宝基曾说过 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 最终享年218年的大辽帝国还是被女真人灭亡了 几百年后,女真人再度崛起,在红衣大炮的掩护下 满洲八旗,大杀四方,威震天下 在清帝国全明星阵容里,还存在着几支王牌部队 如俄鲁特营,福建虎衣同牌兵 还有我们这个系列视频的主角,黑龙江索伦兵 我们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在共同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过程中 各族人民都做出过自己的贡献 每个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新中国民族识别过程中 生活在东北部的索伦布被识别为三个民族 达沃尔,俄文克,俄伦春 划清了几个民族的边界 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 然而在新中国以前 对三个民族的称呼还是模糊的 明代时被称为北山野人 野人女真 当然了这是明朝对我们的灭称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比海西女真还要满意 还要落后 明末清初时被称为黑水部 萨哈尔查部 索伦布 这个名字是最广为人知 1667年 达沃尔族被单独独立出来 称呼达沃尔 俄伦春也被独立出来 称为俄伦吞 直到清朝中后期 索伦慢慢成为俄文克人的专称 这点很重要 大家话重点是必考题 索伦三族 这里主要指俄文克本部 千百年来一直生活在一起 同甘共苦 既是好邻居 又是好兄弟 有着相同的文化 情比金奸 俄伦春俄文克两族 就像唐兄弟的关系 达沃尔与俄文克 就像表兄弟的关系 我身边好多亲人和朋友 都是与俄文克人结婚的 比例仅次于与汉族通婚 黑龙江北岸的外东北地区 是我们索伦三族 世世代代生活的故乡 6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是宇宙第一棒子国的六倍 是小日子过得不错的 日本岛国面积的1.8倍 外东北出产各种真秦异兽 和珍贵的药材 蕴含着大量的煤铁 金水晶等矿场 早在隋唐时期 就归市委都督府 与黑水都督府管辖 明朝时索伦布归 努尔干都司下属 沃南河被索 破木河被索管辖 清朝时 这里是黑龙江将军的辖区 1858年 一纸爱辉条约 索伦布祖宗之地 拱手送给了沙鹅 我索伦勇士 为大清开疆破土 保家守夜近三百年 几乎王族 最后却落得这般下场 每每想起 明明是中国的大好山河 却落入熊掌之中 岂不惜乎哀哉 这段历史 以后我会详细说 前几期的视频 是系列视频的概括和介绍 外星安岭的北侧 是俄伦春人的故乡 外星安岭南侧 索伦本部俄文克的祖先 世世代代生存在这里 主要以狩猎为生 他们使用滑木制品 坐在画木杆做骨干 围上画树皮的丑罗子里 乘坐滑树座的滑皮船出行 冬天用滑雪板 追击野兽 贝加尔湖东北部 森林台原地带 生活着以驯鹿为生产力的 卡木尼堪 史鹿俄文克人 日俄侵略者 称呼亚库特人 实际亚库特人是操着突厥语音的 单独的一个独立民族 史鹿布只是其邻居关系 他们一直坚称自己是俄文克人 朋友们来呼伦贝尔旅游 都会去的根河奥鲁古亚乡 是他们的一支 贝加尔湖东侧 尼布楚地区 生活着史马步 俄文克人 他们被称为纳米尔 我国的史马步 俄文克人 就是他们的一支 生活在陈巴尔虎齐 摩尔格勒河岸边的 俄文克苏目 现在称为通古斯俄文克 外星岸岭南侧 黑龙江北岸的 京七里江平原 生活着农林 木 富渝 样样精通的达尾人 也是我的祖先 借用一下苏联书籍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的 一个片段 沙俄侵略者 泥灭人性的食人魔 波雅尔科夫 对十七世纪出 黑龙江流域的 达尾人地区的描述 解雅河 我国称京七里江 沿岸住着耕地的人 达尾人 这些达尾人 是满族系的一个分支 与通古斯人 我们这里称俄文克 有血缘关系 他们不同于俄罗斯人 所熟悉的那些西伯利亚野蛮人 中国人 这里俄罗斯人 对满族人的称呼 常常到达尾人 这里来征收供应 进行贸易 给他们用来各种货物 绸缎 白银等 由于与中国人经常往来 达尾人文明程度也比较高 哥萨克发现达尾人处 有修盖的很好的木头房子 窗上胡着自制的纸张 以代替玻璃 从外表看达尾人很像中国人 男人按中国的习惯留着辫子 身穿绸缎长袍 他们的生活也与北方的游牧民族不同 他们定居在自己的村落 从事农业和畜牧业 村落四周的大田地里 种满大麦 燕麦 泥子 泥子是我们达尾人爱吃的黄米 荞麦 豌豆 他们的菜园作物有大豆 蒜 樱素 香瓜 西瓜 黄瓜 果类有苹果 梨 葡萄 他们会用大麻炸油 他们饲养的家畜有很多 有大群的牛 马 羊 猪 他们用牛耕田 就像俄罗斯人用马一样 从中国传到他们这里的 还有家禽 鸡 到处都可见到中国的文化影响 达尔人从中国人那里购买绸缎 丝制品 布匹 金属 中国人用自己的货物 向达尔人换取雕皮和其他皮章 并向他们征收一部分毛皮 作为他们的贡富 除了农业和木业以外 猎取毛皮也是居民的基本营生 周围林中盛产毛皮兽 雕 蛇蜊 紫胡 黑胡等 这促进了狩猎业的发展 一个达尔居民打一天猎 就可以带回十张或更多的貂皮 这样的生活 对21世纪的我们来说 何尝不是一种奢望